摩擦起电 撕开包装免洗块的塑胶套时 塑胶套往往会吸附在手上 摩擦过后的塑胶垫板可以吸引小纸片 干燥的冬天脱下毛衣时 毛衣和头发产生摩擦 有时可以听见微弱的噼噼啪啪声 在台中的科学博物馆 有一项弄法冲冠的实验 当手接触静电起电机时 头发会竖起 这些都是常见的静电现象 而静电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们知道 不带电的原子内 所含带正电的直子数目 与带负电的电子数目是相同的 当物体正负电荷相等时 称该物体不带电或电中性 两个不带电的物体彼此摩擦时 其中一物体的部分电子 会脱离原来的原子 移至另一物体上 使得失去电子的物体正电荷 多于负电荷而带正电 获得电子的物体负电荷 多于正电荷而带负电 例如 用毛皮摩擦塑塑 电子从毛皮移转到塑塑塑 故毛皮带正电 塑塑塑带负电 用丝卷摩擦玻璃棒 电子从玻璃棒移转到丝卷 故玻璃棒带正电 丝卷带负电 摩擦起电 不能创造额外的电荷 相互摩擦的两物体所带的电 电性相反 电量相等 带有不同电性 即一为正电 一为负电的物体 会彼此吸引 而带有相同电性的电荷 则会互相排斥 电荷则会互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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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